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3月10号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欧洲央行公布一系列积极的刺激景气措施 包括降息以及扩大量化宽松的规模 欧洲中央银行今天决议降息 并扩大量化宽松规模 调降存款利率至负0.4% 并将基准利率砍至0% 同时扩大量化宽松措施 每月买债规模由600亿欧元增至800亿欧元 同时非银行机构在欧元区发行的投资及欧元债券 亦会列入常规购债计划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 石油等商品价格持续滑落 欧元区减息及扩大量宽 是要制止通胀偏低而影响整体经济 避免产生第二轮效应 欧洲央行预料 欧元区今年通胀为0.1% 远低于早前预期的1% 德拉吉说 减息有助银行向实体经济拆借更多资金 他预期欧元区经济复苏不乏温和 相信推出新措施会为欧洲经济回复注入动力 并预言欧元区主要利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将维持当前水准 甚至比目前更低 威斯康星州血液感染的疫情持续扩大 目前有18个人死亡 当局怀疑和脑膜农毒性金黄杆菌有关 目前仍然在持续寻找传染源当中 威州爆发血液感染疫情 目前造成18人死亡 26人离病 迄今治病原因不明 由于各医院和实验室被知会找出病例与脑膜农毒性金黄杆菌的关联 传染病医生预期将会出现更多类似感染病例 由8名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专家组成的团队 已与该州卫生厅合作 试图在该州南部11个菌发生的病例中 寻找是否有感染脑膜农毒性金黄杆菌的共同来源 CDC医疗品质改善部门副主任说 威州疫情是文献中创下该细菌感染病例最多记录者 该细菌常见于水源和泥土等一般环境中 但人体遭到感染极为罕见 他并指出 由于检验病例发现来自相同基因指纹 因此会寻找相同致病来源 威州卫生厅说 多数病患为65岁以上 罹患至少一向重症 而死亡病例都感染此细菌 但不确定该细菌是否为致命原因 在总统大选的消息方面 民主党昨晚在佛罗里达州 举行了总统参选人的辩论会 喜莱利和桑德斯都力争拉丁美洲裔的选票 并且誓言推动移民改革 而在共和党方面 川普则开始放软身段 呼吁党内团结拼大选 喜莱利和桑德斯9日晚上在迈亚密 举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第8场辩论 不同于6日在密西根举行的上一场辩论 以中西部工业区重视的贸易和经济为主 在佛罗里达却是拉丁美洲裔 关心的移民和其他议题挂帅 这场辩论并同时以西语进行 由西语裔电视台转播 在辩论中两人都誓言决心推动移民改革 并对谁真正维护拉丁美洲裔的利益 谁有说话不算话的记录争论不休 喜莱利批评桑德斯一再投票反对 2007年的移民改革法案 桑德斯则指出喜莱利反对 2007年让无证移民获得驾照的提案 而他当时代表的纽约州至今尚未对此开进 共和党方面总统参选人川普 在8日初选中又获得三周胜利后 眼看提名胜利在望 9日放软身段开始呼吁党内团结 称赞众议院议长莱恩是他敬佩的人 并鼓励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罗姆尼维护党内团结 强调只要党支持他 在11月总统大选中必胜无疑 不过他的竞争对手们也想尽方法把握最后的机会 严防川普在影响重大的赢者全拿的 佛罗里达州与俄亥俄州初选中 获得不可预约的党代表票领先优势 目前正在矽谷访问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以及市政府与工商企业代表团 今天在Sanaclara与矽谷的政商人士 进行了一场台北矽谷产业投资论坛 向矽谷的产业与政界介绍台北市的投资环境 而矽谷的政府首长也纷纷强调本身的优势 希望能够跟台北市建立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参与这场论坛的人士 包括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与代表团的成员 以及Coportino市市长张招富 Milpitas市长爱和谐 Fremont市长Bill Harrison副市长高续佳 以及Sanaclara县议会议长Dev Cortes等地方首长 柯文哲首先向与会人士简介了台北市的概况 与相关的统计数据 最后又提到了台北市在产业招商方面的优势 包括台北地处亚太地区的枢纽 交通运输便利 台北也有内湖与南港两大科技园区 以及发展中的士林北投科技园区 其实最主要还是介绍 介绍是我们最重要是留下一个contact window 就联络的方法 因为事实上产业要投资也不是 听一听就做动作 我们主要是要留下一个联络的窗口 让他们知道说将来要跟台北市政府哪个单位联络 来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而本地的几位市长也提到了 如果台北与当地合作的话 能够提供哪些协助 Fremont市长Harrison强调 当地的环保科技产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优势 Cupertino市长张招富表示 当地有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众多世界一流科技公司 并且建议台北市在Cupertino设立办事处 进水楼台先得月 并且建议改善台湾的公厕与残障设施等等 Mufitas爱河谐市长则表示 亚裔特别是华语居民是当地的骨干 而该市位于Fremont与圣河西之间交通便捷 圣河西市府经济委员会主席也强调了 当地高科技企业与人口众多 是新科技的梦想之都 柯文哲随后表示 台湾的地方政府应该要效法 矽谷各城市之间的互补与合作的精神 而矽谷还有很多值得台北市效法的地方 在结束了论坛与参序之后 困着一行随即转往Tesla Motor等科技中心参观 晚间也将参加台北戏谷创投之夜 同样是关于招商的消息 芝加哥交通局将向中国的中车四方公司 采购846辆轨道车 这将是最大一笔地铁订单 总金额高达13亿美元 芝加哥交通管理局CTA董事会 批准了一份价值13亿美元的地铁合同 将向中国中车四方公司采购846辆轨道车 这使中国高端装备第二次登陆美国 也是美国地铁史上最大的一笔采购订单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芝加哥论坛报报道 CTA营运着美国第二大公共交通系统 服务面包括芝加哥城以及周围40个社区 这笔订单采购规模占到了 CTA目前运营总数的一半左右 该订单将由中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牵头 在美国进行本地化生产 今年两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上 三次提到高铁 四次提到铁路 六次提到一带一路 特别强调推动装备走出去 打造中国制造金字品牌 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以地铁订单突破为契机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 有望全面打开美国市场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会